接下來的題音就是混合 加在一起 絕熱杯的意思就是 外面的熱量不會進來 裡面的熱量不會出去 隔絕沒有熱量進出 都在裡面發生 20度C200克的水 將100度C100公克的鐵丟下去 沒有散熱 沒有損失 請問你最後的水溫多少 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 一樣的意思 OK 好 來 兩物相接觸最後必達 熱平衡 所以最後的溫度會一樣 然後熱量從高溫流到低溫 所以誰放熱 100度C的放熱 誰吸熱 20度C的 吸熱 OK 然後放熱會等於吸熱加 這裡沒有散熱 我講過大部分題目都沒有散熱 就是放熱會等於吸熱 然後高溫放熱低溫 吸熱怎麼算熱 H等於2枚 是DLT OK 好來 所以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 放熱誰放熱 100度的放熱 質量 100 比熱 0.113 DLT 高溫減低溫 100度C 到末溫T 不曉得 100-T 所以左手邊 就是 鐵的 放熱 右手邊 右手邊 水的吸熱 2枚T 質量 200-2 1 鐵塔T 20 升到T度 高溫減低溫 T減20 剩下就是速選 剩下就是速選 好像很難整除啊 大概就好 24.28 這個應該是沒有整除的吧 應該沒有要整除 大概就好 所以答案選B OK 那就算出來了 可以嗎 好 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 變成一杯溫水 兩樣物相對 最後必達熱平衡 熱量從高溫轉到低溫 高溫放熱 低溫 吸熱 放熱會等於吸熱 加上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2MH DLT OK嗎 OK 這裡 恆溫箱的意思就是 溫度永遠都一樣 所以你不管怎麼放溫度 通通都一樣 所以最後的溫度 就是恆溫箱的溫度 有個100公克的鋁 10分鐘取出鋁塊 然後丟到 所以10分鐘之後 鋁塊的溫度 就是恆溫箱的溫度了 就恆溫箱的溫度了 聽懂齁 然後咧 去跟水倒在一起 最後達到32度C 他告訴你1公克的鋁 升高1度需要0.2 這什麼意思啊 鋁的比2叫做0.2 OK 然後請問你恆溫箱溫度 剛剛跟你講過了 10分鐘之後 鋁塊的溫度就是恆溫箱的溫度 所以這一題等於在求什麼 求鋁塊的初溫 它的末溫是32 然後求初溫 最開始多少度 最開始多少度 然後高溫減低溫 你看到水只有 水只有20度嘛 所以水在怎麼樣 吸熱 升到32 所以那個鋁塊在怎麼樣 放熱 OK 答案多少 答案多少 答案是多少 好 這一題等於在求鋁塊的初溫 計算是跟剛才一樣 只是位置數的位置不一樣 現在位置數是鋁塊的初溫 鋁塊的初溫 就是恆溫箱的溫度 然後呢就給它一樣寫 放熱 放熱會等於吸熱 這裡沒有散熱 所以放熱會等於吸熱 誰放熱 鋁塊放熱 誰吸熱 水吸熱 怎麼算熱 H等於2ms ΔT 質量放進去 比熱放進去 ΔT放進去 ΔT是用高溫減低溫 如果用相等的時候 是用高溫減低溫 OK 可以嗎 剛才是 21號 所以現在換一個可愛的小女生 有可愛的小女生嗎 14號有嗎 會關沒有14 Burl號 8號 不知道 如果站起來跟我說不知道 傷害我 請坐下 要不斷的證明老師的教育是失敗的 OK 好來 跟你說兩物相接觸 最後必達熱平和溫度會一樣 所以鋁塊跟水的熱溫度一樣 都是多少 30 32 然後也是由高溫轉到低溫 高溫的放熱 低溫的會吸熱 所以這裡是水吸熱 鋁塊放熱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xΔT 所以就代公式 代公式 左邊要放放熱 左邊要放放熱 鋁塊質量乘 鋁塊比熱乘 鋁塊溫度變化 右邊號放吸熱 水的質量乘 水的比熱乘 水的溫度變化 所以鋁塊的質量是100 比熱是0.2 溫度變化 某個溫度降到32 所以T減32 水在吸熱 質量是200 比熱是1 溫度變化 從20度升到30度 32度 所以32減20 然後鋁塊結束 後面叫做數學 算 認真算 水答案152度 水答案152度 這就是做法 跟我們最前面講過的立體跟練習是一樣的 想法都是一樣的 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 最後變成一杯溫水 兩物相接觸 最後必然熱平衡 因為熱量會從高溫轉到低溫 如果轉移的時候 能量不會平白無故的消失 所以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S Delta T 就 寫出的等式就是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帶進去的數就是帶H等於MS Delta T 你就給它算完了 這就是我們給各位做的練習 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